有一個朋友在YouTube上面問我關於這個板子的事情 所以在這邊今天想留言分享一下 他問說這個板子要在哪裡做 你自己想一下他其實蠻簡單 他只是貼一塊木板上去而已 然後他主要的用途其實是拿來刮的 並不是拿來敲的 因為敲你不用加這個板子你也可以敲 對那只是說因為平常的吉他有烤漆 那所以他的表面會是比較光滑的 那你這樣刮會沒有聲音 我們會需要一個比較粗糙的位置 就是粗糙的東西讓我們刮出聲音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加額外的刮板 上去製造一個粗糙的表面的話 那另外一個做法就是比如說像Tommy Emanuel 他會直接拿斜口鉗啊 直接嚕吉他把他嚕爆啊 就是這個做法其實也可以 但是就看你敢不敢而已啦 所以既然他這麼簡單的話 你甚至可以去B&Q自己買一塊木板 然後裁切成就是你要的形狀 然後把它弄上去 那對於大部分一般的人來說 沒有這個技術的話 那最好的做法就是會找一個 會木工的人 那通常維修的琴師或者是製琴師 他們應該會有這樣的技能 所以你可以聯絡就是當地 或者是就近 看你們哪邊比較方便 然後有在維修吉他 或許你們可以問問看 上網找一下有沒有維修吉他 調整吉他的師傅 在你們所在地區的附近 像高雄我比較常在有在跑有在接觸的 像比如說 Show Guitar Workshop 然後修理人 然後麒麟吉他工作室 其他的也還是有啦 就是看你們自己有沒有就近的 或者是自己的喜好 這個就是留給你們自己去接洽了 總而言之 你們就可以查詢一些店家的資料 然後把你們的需求跟老闆說 然後順便附上一個 有刮板的吉他手的影片 然後跟他們說你要做這塊板子 或許他們應該就有辦法幫你們處理了 純獨片髮材料 聚師傅 純獨片髮材料 感谢观看